今天可以告诉我非常讨厌你 你跑到这儿来跟着一个 这个对你痴心的人说是真话的 我也继承自己幸福的前面 有 有 但你今天跑到这儿来说的这是人话 你跟他在一起 你跟别的男人好了 你花下拿走15万 你还好意思撇着脸说 前男友买的房子 后男友中修的房子 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不是说相爱不能在一起 而且相爱了很久才发现 他根本不爱你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他不光不爱你 他要老实来利用你 眼前这个弩枪陆琦老师的女子 做出的事情究竟有多过分 而图蕾老师却说 女孩一直在利用男生 故事为何会发展到今天这一地步呢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我们先从故事的男主人公这边说起 我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男就是一个朋友的一个聚会 非常留了电话 认识他一年以后我就去了香港 男主人公阿丹来自湖北的33岁 是一名设计师 男生去香港之前认识了女孩 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和女孩开始谈恋爱 刚开始两人是只聊天而已 有一天聊天过程中 阿丹说自己的压力好大 没想到女孩就过去香港陪伴了阿丹两天 两人就此确认了恋爱关系 但这份恋爱是一底恋 男生每个月都要从香港 回去看望女孩两次 可女孩不忍心男生经常这样跑 于是男生辞掉了香港的工作 香港的工作辞掉 回去之后你们俩相处了多久 四年 四年 那他这次离开你离开了多久 一年多 男生和女友相处了四年时间 但是女友现在却消失了一年多 男生说联系不到的 不仅仅是电话换了 连老家的房子也卖了 只因当时女友说了一句 我还是爱你的 但是我们不合适在一起 从那时起女友就消失了 男生用很多办法都没找到女友 也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从女孩的妈妈和一个陌生男子 声称是女孩的男朋友那得知 女孩是找了一个有钱人 就抛弃了男生 男生气不过 找到爱情保卫战节目组 想了解一下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赵川也是非常乐于助人 直接就把阿丹的女朋友请上了舞台 有请小五 小五来自湖南 今年25岁 现在没有职业 来 何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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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站在你面前 那个人算你的什么人 钱哪有 想再过那种日子了 哪种 其实你缺的就是钱 对 你就是缺钱吗 那为什么你在这封开阵营 你还要打电话给我 25岁的小五来自湖南 他一上台已经一年多 没见到女孩的阿丹 显得格外激动 说到一年前跟他打电话 说要分手的时候的一幕幕 阿丹始终认为女孩有难言之隐 认为女孩还是爱着他 可女孩却说到两个人在一起 光有爱难道就够了吗 言外之意就是嫌弃阿丹不够有钱 但阿丹跟女孩在一起的四年 从没让女孩吃过一点点苦 家务活工作都是阿丹在做 还问朋友借钱给女孩小五开服装店 我借钱给你开店 我跟我朋友借了七万 做一服装店 生意还可以 每个月大概进账 大家有一万多 将近两万 做了好有两万 开服装店生意还算可以 阿丹就打算把存点钱还了朋友的钱 可这时候让人没想到的是 女孩的妈妈说 在老家给女孩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当时的阿丹根本没有怀疑女方妈妈的用心 阿丹也很重情重义 把服装店给盘了出去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全场嘉宾都捏了一把汗 我店囤出去以后 不过手上有十几万 他回去他妈就打电话给我 说 哎呀这边新房 这边有个小区 新房便宜啊 多少钱一瓶啊 他们把老房卖了 买新房 现在少点钱 二话我都没含糊 这十五万直接拉给你吗 我连我朋友的钱我都没还 我直接你拉去 有吗 有吗姑娘 有啊 男生眼睛都没眨一下 直接把手里全部的十五万元钱 给了女方家买房子 女孩也供认不会 一个男人连朋友的七万元都没 来得及还 就把身上的钱全部拿给了他们 可让阿丹没想到的是 这一家人都是白眼狼 钱到手之后 据嫌弃男生一穷二白了 女孩还说自己二十五岁等不起阿丹 再次变得有钱了 这一幕让人感觉这女孩就是一个拜金女 人是等不起的 等不起 既然我有这个条件 我为什么不能找个有钱的男朋友 让我家里能够得更好呢 你跟他在一起开心吗 开心 实在是有男朋友 对 手里不错 那你做什么呢 女孩打算嫁给那个有钱的男人 来到节目组的目的就是让阿丹死心 还假心假意让阿丹找一个更好的女孩 就为了一个比阿丹更有钱的老男人 就要抛弃阿丹 这样物质的女孩 你身边有吗 如果是你 你会娶这样的女人吗 可阿丹还是没有放弃 说到曾经的自己是多么努力 打三分工 我早上做家教 那你怎么不想 你一个人打三分工 还不如人家一个人一分工呢 姑娘这么说吧 是家里特需要钱吗 是的 因为我家境从小就不好 我想家里人够得更好一点 我们不说那么笼统好不好 问几个问题 家里有孩子几个呀 有弟 弟弟多大呀 15岁 说你父母已经把老房子卖了是吧 嗯 搬新房子了 对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买的 现在已经装修好了 是这个男朋友出的钱 一个人打三分工 就为了女孩能够轻松一点 但还是输给了现实 女孩闲凭爱父已经到了骨子里了 就算拿着阿丹的15万元钱 加上当初借朋友的7万元 还有平时给女友的话花费 在女孩身上足足花了不低于25万吧 但女孩却心安理得拿着阿丹的钱买了新房子 却看阿丹拿不起钱去装修 却找了另一个男人 拿钱去装修 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赵川都想怒骂两句 最后还是忍住了 赵川问到阿丹还喜不喜欢眼前这个女人 证明我爱不爱她 那个男的 我在跟她通电话的时候 我就问她 你什么时候跟她在一起的 她说你们开服装店的时候 也就是我开服装店了半年的时间 她已经跟她有来往 并且还是她妈做了介绍 我当时气在床上 真的我从来没那么气过 我全身 全身 我全身不在懂 我就跟那哥们说了一句话 很庆幸 咱俩不是在一个城市里吗 原来女友小五 在两人还在开服装店的时候 就已经和那个老男人在一起了 很明显就是脚踏两只船 阿丹只是女孩的备胎 阿丹还说到 只要女孩现在还愿意回心转意 还是愿意接受她的 小徒在想 就这样的女人 还要她来干嘛 还嫌绿帽子不够厚吗 阿丹还卑微的说道 现在 现在的七万块钱账我已经还了 虽然我现在攒的钱不多 我现在已经攒了几块块钱 一年时间交首付 我相信我应该能找到 你那么点钱够吗 拼牌包 你买得起吗 我听不下去了 你不是说话 气她的吧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姑娘 对 这是我真实想法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要跟她把话说清楚 没意思了 但女孩执意要跟阿丹断绝关系 女孩一家简直就是白眼狼 用人朝前不用人就一脚踹开 要是这样的话建议阿丹要回拿给女方家 买房子的十五万元 借朋友的七万和花在她身上的钱就算了 但阿丹会让女孩还钱吗 我想阿丹肯定不会要的 这个女孩丢掉了满眼都是她的男人 愿意为她付出一切 为她默默无闻做出很多的男人 就算现在女孩找了一个有钱的男人 但是自己会有老的那一天 那个有钱的男人会真心待她一辈子吗 迟早都会后悔今天的决定 赵川实在看不下去了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只好交给了嘉宾老师 首先点评的是瞿伟老师 瞿伟老师指出 男生此时应该要梦醒了 这样的爱已经没有一点点 值得要挽留的的情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回自己 用行动把事业做好 当有一天这个女人哭着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骄傲的蔑视她今天做的决定 想想那时候是多么的洁击 而且字字爱情中付出是要有底线的 有些人不配 阿丹应该不要再为这种女人伤心 重写起行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接着是陆琪老师怒骂女孩的名场面 女孩在台上说出来话 根本就不是人话 男生为女孩付出这么对感情 和金钱没想到却遇到一家都是白眼狼 女方妈妈搬着女孩介绍 比阿丹更有钱的男生 一边还要问阿丹拿钱买房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 才会做出来的事情呢 陆琪老师怒骂女孩 女孩还当众怒呛陆琪 言外之意就是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关你屁事啊 嚣张跋扈的态度 令人发指 并且还觉得阿丹做的 一切都是理所应当是她活盖 就这样的女孩没有一点点家教 难怪自己的妈妈也是这样 母女俩合起火来榨干男生所以的钱 最后还一脚把人踢开 男生此时此刻应该 很清楚女方的丑恶嘴脸了 就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女孩 男生应该庆幸自己 没有娶回家 不然家里肯定鸡犬不宁 最后是图雷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 图雷老师说到为什么 一个痴心的男生 天天就能遇到一个贪婪无耻的女生 这大概就是爱情最悲哀的时刻吧 男生一边恨着女孩 一边还要想着她过得好不好 一边被伤得遍体鳞伤 一边还要爱着她 而女方分明是占尽了阿丹所以的便宜 一边还要说自己没有索取够 分明不爱男生 却还要利用男生给自己家里买房 图雷老师祝福男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 且对方值得疼爱的女孩 同时给了两人各自一个忠告 将来要是别人再回头找你 千万不要屁颠屁颠的往上赶 那是找死 我也女方一个忠告 如果哪天你要是过得不好了 你再来找人家 你就不光是个贪婪的女人 你还是个无耻的女人 图雷老师说得太好了 希望这种女孩不要后悔 一个天天和金钱睡在一起的女人 迟早一天会哭醒 到那时候女孩肯定会觉得不幸福 但也必须任命 因为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女孩最后连表白的机会都没有给男生 直接选择走出了舞台 而留在台上的男生 明明那么优秀 但在满眼都是金钱的女人眼里 却是一文不值 最后男生还霸气的说道 给女孩花的钱 还有那个15万就当做 是给女孩的四年青春损失费吧 男生的做法得到了 嘉宾老师和主持人的大家赞赏 曲伟老师也表示以后男生的幸福爱情 就交给他来解决了 看来好的男人是根本不缺对象的 加油吧 屏幕前的家人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对这个女孩 或者阿丹说点什么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